而在美国 乘客安检则已经成为了各大机场的一大开销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 在过去十年内 有三百多人非法进入美国的大型机场 换句话说 每十天就一个人企图潜入机场 这也就是说 美国机场周围的保安 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了 在芝加哥欧海尔国际机场 一名陌生人从跑道进入后机楼大门 让工作人员大吃一惊 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 一名妇女从汽车通道进入机场 2014年4月 一名少年藏在起落架舱里 从圣河西飞到夏威夷 美联社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过去十年间 有三百多人非法进入美国大型机场设施 如果包括小型机场和没有记录的案例 非法入侵的案例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航空安全专家表示 就是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重大事件发生 所以机场人员就以得过且过的心态工作 但是北美机场安全副总裁表示 这也证明了美国机场的安保系统的确存在漏洞 如果有人被遭遇了架权 立即被证明 他们被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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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V7综合报道 MTV7综合报道